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质量CSS 好,这一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自动化构建在这个前端项目里面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一节课呢,来进行我们这个网站首页的一个布局 这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呢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样式重置和这个样式的一个normalize标准化 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编写我们的web应用的时候 由于这个浏览器的一个兼容性 那么我们可能同一个标签在这个不同的领域上显示的一个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在以前的这个web应用里面呢 我们是采用这个reset的这种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浏览器加载出来的这种默认样式全部给去除掉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达到多个浏览器之间的话 样式相对统一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这样有什么坏处呢 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有些时候需要这种 常估的一个标准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复制 那这样呢就造成了我们这样一个重复的一个工作 也影响这个css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性能 那么这之后呢 也就是现在我们最初来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这个normalize这个东西 就是说,将我们所有浏览器的这样这个标签的一些样式呢 中式化为一致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仅仅需要更改我们需要特别定制的样式才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reset和normalize这样一个区别 然后呢是这个suri这样一个库 这库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它呢就是我们这个compass里面的一个表 这样一个布局的一个可以说叫一个库吧 它呢是专门为这样对这个布局来做的 通过它的话我们能够很方便的来做出很复杂的一个布局效果 多列,然后响应式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下一个库呢是我们的这个breakpoint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呢是来专门做我们这个响应式布局的 就是说,使用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这样一个mission 然后呢自动的就可以很方便的构建我们的一个响应式布局的这个media query 这个东西 好,这个呢是我们这几个酷的一个 这几个包的一个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的一个layout这一部分 好,我们来打开代码 在打开代码之前呢我们也要把这个sus lang这个官网也给打开 我们要模仿模仿它来做这样一个网站 所以说我们要来使用它 好,我们看一下 好,打开我们的这样一个项目 好,紧接着我们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gap 好 我们刚刚说了这节课呢我们要用reset,normalize,susy和这个breakpoint 那这几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config.ruby里面添加它的这个引用 看一下这儿其实它默认已经有一个了 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这儿写requill 这些库 那么这些库难道是默认就有的吗 实际上是没有的 没有的这个时候也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我们的ruby的这样一个安装 什么呢 gm install 我们的normalize呢 它的名字叫 compass normalize 好,直接安装就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里进行一个 引用的compass normalize 注意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一般来说是使用双引号 那我们这儿也可以改成双引号 而且我们的这个末尾是没有封号的 这个呢 是和我们这个sars的这样一个代码编写 是有一定差别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要注意 看一下安装好没有 好,安装好了 除了我们要安装normalize之外 我们还用到哪些东西呢 我们还用到了这个breakpoint 所以说同样的也要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数字呢 也是需要安装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一次性安装到位 好,很简单的安装方式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 添加完 breakpoint 好,数字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跑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 建立我们的一个 启动我们的构建工具 好 这个呢 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接着来改进它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目录结构 有这么多一些目录 当然把这些都是不要的 我们先给它用掉 在数字代码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然后我们来看怎么来进行它的一个分割 然后达到最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我们来先浏览一下 我们要模拟的页面是哪些呢 是Install 还有这个Home页 然后呢 NordSaaS 还有 这个 还有LibSaaS 还有这个 DufferMention 这几个页面 好 我们要做的是这些页面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共同点是哪些 好 LibSaaS Install 这些页面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什么呢 这上面这一堆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注意看 没有变化 然后 这个菜单 这一栏也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这一块的话只是文字 再进行一个变化 所以这些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公共部分 看一下 这些呢就是它的一个公共部分 另外 这个条子 还有这一段 然后 看一下 这个特别一点 好 好 这里有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在多个页面出现的 比较类似的一些元素 所以呢 它也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公共部分来处理 我们在 编写这样一个 SaaS之前 我们肯定要先处理好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这个又是我们浏览这一整个网站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外面 我们就不管它啊 好 再看一下 好 当然我们这个 页角也是我们公共的一个内容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们大地有哪些内容需要我们去做 然后共通的东西有哪些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首页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提取这些内容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结构 首先Helps的话 这个里面主要是分哪些东西呢 我们先不说其他 我们肯定 有一个变量的定义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规划这个变量 第一种呢 是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全局的一个定义方式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变量全部放在这个里面 好 这个呢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什么呢 就是说把我们这样一个变量的定义和我们的这样一个组件呢合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每一个组件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所以它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 那么这呢是两种方式 这时候呢我采用第一种方式 就是说把整个的一个变量全部定义在一起 这样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的话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公共的部分 公共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建一个文件夹来放置它 表示是我们的一个公共的内容 叫什么呢 叫 component components 好 它呢主要是放我们的这个公共的部分 比如说这种 内容 还有我们的 菜单 这些内容 都可以放在 这样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layout layout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说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些公共的内容 但是 它又不算是我们的一个 组件内部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放在layout这个文件夹下面 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新建一个 man.sons 好 这样子 好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文件夹没用呢 还有一个pages和sims 这呢我们首先做的是单个的一个没有主题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这个sims 但是是空的 我们这个pages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里面主要是放每个页面独立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home页 所以说我们就叫home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页 好 接着接着来 好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就大家好了 我们看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报错 没有 直接可以跑起来 正常的 好 我们来 重新跑一次 为什么呢 我们为了让我们新建的文件接受管理 所以我们重新跑一次 然后我们再来填充我们的这个内容 要填充内容的话 首先是把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布局给克制下 复制下来 那这个是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这里进行一个复制 当然我们复制的时候可能会精简我们不需要的一些东西 注意了 我们先直接扩币过来 然后再来做删除这样一个操作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好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内容给写好 然后呢我们是把head这一块复制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看一下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 我们需要先格式化一次 这样呢方便我们查看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必须的这样一个简化的一些内容呢 这提醒大家就是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要随时记得这样一个排版 因为一个良好的一个排版 才能让这个代码更易读 好接下来我们来复制它的主要区域 有哪些区域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整个页面我们称之为page 所以这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签套 叫page 好 然后我们所有的内容呢全部在这个page里面 有些什么内容东西呢 注意看这么多内容 所以说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先复制我们的这样一个顶部这一块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是什么类型的 好非常好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 看我们的这一块区域 好这块的内容相对来说要慢一点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边最基本的一个结构给拉出来了 注意看结构拉出来了 好这个呢是比较慢的一个 好排下板 现在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出来 好排下板 因为我们这个排板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HTML都没有到我们的头上 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再调整 好现在呢就完整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看一下是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只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元素 所以说它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来模仿来模拟这样一个出来 好首先我们看这一块 这块我们刚刚说了 它呢是作为一个可重用的这样一个组件的一个概念 一个对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把它定义在哪个位置呢 通过它这样一个样式来看的话 它叫Lt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叫什么 下面这个也要Lt 不过是Release 所以呢我们这个名字就可以取之为Lt 好我们用Full 好那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组件了 接着来看 做一个Lt 它有哪些样式呢 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P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container 它的container的一个宽度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多少 百分之九十 所以呢我们这个container也是一个关键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为了实现我们这样一个小音试 而处理的 好所以我们先忽略它 我们可以先看我们这个 它有哪些属性构成呢 我们从这个框选上来看的话 可以看它呢是有这样一个pending 然后呢有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背景颜色和它的这样一个文本的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些属性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写呢 注意看它的pending呢是针对上下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missing来实现 什么呢 pending nader nader 0.5 0.5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顶部的这样一个pending的话是0.5em 好 说顶部的话我们还有底部 底部也怎么说呢 叫tainer 叫tainer 同样是0.5 当然 还有它的这样一个背景颜色 所以呢我们用benground的 benground的 好 这我们先留空 然后呢有一个颜色 好看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元素里面 我们这个背景色和我们这个前景颜色 是不是可配置的呢 我想大家很容易看得出来 作为一个可重用的一个组件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可配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这儿呢 就要实现它的一个可配置 怎么来做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一个变量 所以呢我们这个变量去一个叫 AltCarnal 注意了 贴过来 然后Carnal呢 我们也取一个 叫 AltCarnal 好 注意了 好 那这两个颜色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值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里 Copy一个 好 复制好就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前景色 然后我们的背景色的话 在那复制一个 好 Ctrl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色 我们的前景色是这个 好 看一下 我们直接粘贴这一块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 好 首先我们这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反应呢 咦 没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最终生成的一个样式 从哪来的呢 是从我们这个 问点SaaS来的 但是它呢 没有包含我们的这样一些局部的一些SaaS文件 所以它是不会生效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好 这个地方呢 应该引入我们的这些内容 怎么来引入 引入指令 很清晰的 我们已经学过的 import指令 它呢 是放什么呢 放我们的这样一个部分文件的一些 嗯 目镜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先放置我们的这样一个 elt 所以说我们叫 component components 好看一下 我们这个components 改个名字 多了一个n 这样读起来比较怪 好 components 然后它的下面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还记得吧 这个elt 是不需要提供我们的 是不需要提供我们这个前锥的这个交往线的 好 这样子我们看 也没错 报错了 什么错呢 找不到这个pindinator 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这个pindinator呢 是我们的这个components提供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要用它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先引入 Compass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 到什么错 好 注意看 我们当这个 Compass遇到错误之 而这个gup遇到错误之后 就退出了 那这样肯定是不符合我们预期的 因为我们就算是让它错 也仅仅是显示一个错误信息 然后呢 让它能够继续监视我们的 直到我们写正确为止 那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我们打开这个gup file 看一下这儿 在我们要用Compass来做这样一个编译处理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什么呢 错误处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上我们的这个错误处理 什么意思呢 好 当它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错误给抓掉 这个抓是怎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自动去 我们手动去输出我们的一个错误 然后呢 调一下我们的这个 方法M的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跑啊 因为我们错一次它就退出了 这样肯定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好 第二个又报什么错呢 现在又报错了 是说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变量呢 是没有定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看 就算是错 它也会进行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变异 最后的一个启动浏览器 好 既然说我们的没定义 我们确实又定义了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我们没有引入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 引入一个 import 来引入 好 这个里面呢 我们在helps里面 有个叫 waribuzz waribuzz 好 再看 有没有错 看一下 还是报错 找不到 既然我们引出了 为什么海报找不到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顺序问题了 注意了 我们的变量 在sus里面要先定义 才能使用 所以我们换一个顺序 注意看 成功了 好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有没有效果了 好 还没有效果 还没有效果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html页面里面 还没有引入我们的这个内容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不到效果了 所以呢 我们先引入 注意了 嗯 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附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的 目镜呢 是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man.css 好 看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lt的一个造型 已经出来了 这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讲了我们整 怎么来进行这样一个sus文件的一个分布 然后也讲了这样一个 如何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css文件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